大家早安 接下来全场现场 我们先带你来关注到这焦点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当然现在是倒数计时 而拜登跟川普的阵营都是各自努力在拉抬选情 不过现在面对可能白宫主人换人当 当然现在外媒指出 很多国家都已经准备好应对 接下来的国际情势有可能的转变 包括了北京也准备好了多套剧本要因应的就是 如果真的川普他重返白宫的结果 好 川普如果是真的当选的话 那其实对美国自己的外交政策 也是会有蛮大的改变的 包括了对北约 乌克兰及以色列 还有亚太地区的政策都会有一些改变吗 我们带你来看川普在日前 他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于如果他真的重返白宫的话 那么他未来施政的方向 尤其是在外交政策上会是如何呢 他大概有谈了一下 好 川普他就重申说 如果这一些盟友他们不付钱的话 那真的就是要靠自己了 而且他也预告说如果当选的话 那北约的盟友就会划分出两群 好 其中的就是付出够多的防御预算 以及预算不足的这两群 而且他也说了 俄罗斯可以对预算不足的这一群为所欲为 那如果说这个美国在欧洲 或是亚洲的盟友被攻击的话 那他觉得说如果这个国家 他们认为说评估过是对于自身防御付出不够的话 美国是不会帮忙的 而他也反问说如果欧洲国家不花钱去支持 乌克兰的话那为什么这一笔大的金费美国要付呢 因为毕竟俄乌战争影响比较大的还是这些欧洲国家了 那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在亚太政策的部分了 好 川普呢他也提到说如果说南韩之后没有提高 这个驻函美军的费率分担比率的话 那美国是可以撤军的 不过对于大家比较关切的问题说 是不是真的会保卫台湾呢 对于这个议题川普他是直接拒绝回答的 好 其实从他的形容未来他的施政愿景的部分的话 假如他真的重返白宫 现在这个时代杂志就形容说 川普的国际政策是个交易式的孤立主义 那针对川普有可能会再次入主白宫吗 话节日报现在就报道说 其实中国大陆的官员已经为这样子的可能性 来先做几套剧本的应对了 主要就是关注川普如果真的重新执政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的是另外一场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 因为美国可能会加快对中国大陆取得先进技术实施的制裁 另外也有科技战的部分 好 包括了贸易战跟科技战是现在北京官员比较关注的 好 另外对台防御的部分呢 这是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亲康达 他就表示被问到说呢 如果说未来对于台湾是采取跟过去不一样的战略模糊 另外一种策略是战略清晰的策略的话 那可以这样子来保卫台湾吗 康达他直接表示 根据现行的台湾关系法和一中政策的框架之下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重要的 但是改变这个框架是不明智 反而是会破坏稳定 好 回过头来看 川普那他对以色列的立场又是如何呢 其实他很直接的表态告诉时代杂志说 如果伊朗和以色列真的爆发冲突的话 美国是会插手介入的 那被问到现在在加萨的战事如何 以色列现在在加萨因为要抵抗哈马斯的关系 已经造成三万名巴勒斯坦人无辜死亡了 好 川普他就直接回应说 他会要以色列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也没有说到说美国接下来会不会采取一个插手介入的立场 好 另外来看到的这个是全美各大学校现在挺拔示威 潮湿持续延烧 纽约的校方现在已经要求警察进入到当地的校园来维持秩序 包括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还有纽约市立学院 现在逮捕了大约300个人 川普一号在一场造势场合的时候 他就表示说纽约警方现在攻入哥大 被示威者占领的大楼 他表示真的是赏心悦目 另外他也形容示威者同行哈马斯是气愤的疯子 一起来听 警方攻进交学大楼之后 哥大就要求所有的抗议点要进行清场 并且请警方留住校园直到17号 那目前当地这个校园里头 扎营的这些帐篷已经全数拆除了 包括了主营地的供应物资 结束哥大持续两周的紧张氛围 好 持续来关注的是以哈战士的部分 现在美国确定斥资美金3亿2000万元 大约是台币104亿元 在加萨这边搭建一个临时的码头 希望可以做的就是要加快人道物资的运送 而五角大厦现在已经证实 这个浮动码头已经完工超过一半了 这个巨型的浮动临时码头目前还在地中海东部 这边来打造预计在五月初就会完工 然后就会移动到加萨的沿海来定位 要协助卸载人道救援物资 码头是由美国出资建造的 不过这个成本已经比当初估算的增加了一倍 而现在外界很担忧 有没有可能会让以色列用这个码头 来进行对加萨南部的城市拉法的进攻呢 好 对于现在美国里头这个校园的挺拔雪运 刚刚虽然说提到说哥大这边已经清场了 可是其实这个学运包括了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学校 还有这个西岸的一些学校 都还是在持续延烧的 白宫翻人上皮椰 现在就替拜登总统表态 表示学生是有权利要进行和平抗争的 但是他们严厉谴责占领大楼的行为 白宫现在也呼吁学生不要造成他人心中的恐慌 所以就这一 公子的事情 As the president is being kept regularly updated on what's happening As you just stated across the country He is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closely So is his team And I would just add that no president No president has spoken more forcefully about combating antisemitism than this president We've been very clear on that Americans have the right to peacefully protes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peacefully protest as long as it's within the law and that it's peaceful uh forcefully forcibly taking over building is not peaceful it's just not students have the right to feel saf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learn they have to write the right to do this without disruption and they have a right to feel safe on campus as i just said they have a right to attend their commencement without feeling uh feeling unsafe and what we're seeing is a small percentage of students that's what we're seeing they should not be able to disturb or disrupt the academic experience that students have 好要再看其實在加州大學的洛杉磯分校這邊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因為挺八學生遭到挺以色列的學生兩派互相在攻擊隔天上午這個 紮營的挺八學生就合力在草坪外圍增加障礙物要避免的是再次受到攻擊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稱它是神仙的禮物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也因為這不是藥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多指我會 請到正式稿払司 請坐下單輸入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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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